完成到哪邊?這邊OK了 這個平均好像沒做 所以平均把它做一下 它是F62到I的62 所以先把那個F62這個 然後到I到62 也就是上面的資料平均 就是得到到底這個班上 總共平均升高 平均的話就是選這個 上面的平均的話就可以 最簡單的方法 Average平均其實蠻常用到的 所以在常用裡面有固定按鈕給它 所以這邊有個自動預設是加總 平均有個平均值 或者你用插入函數也可以 插入函數找Average也可以 這邊比較簡單 當然從這邊點一下平均值 它會把上面的資料全部平均起來 所以這個學生裡面 平均升高就169 體重的話是65 然後標準應該是63 所以理論上所有的人應該都平均起來 大概就是過胖一點點 OK所以它 統計分析結果就會知道 所以可能過一段時間再統計的話 如果恢復正常那當然就不需要特別減肥了 OK 好那最後的話呢就是把 這個地方還要更改一些什麼 它標準沒有用字 更改原設定值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字體要改一下 初體 然後背景填滿這個顏色 所以字的話呢 它填這個 字的話是 這個 開頭的 所以 往下捲動 就這一個 OK 把它點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 初體 初體本來已經有了 背景的話填滿是橙色 所以填這個橙色 這樣的話就完成那個 平均 的 設定 OK 那這個就完成了 那這個剛剛有做了 那最後還有5跟6 5的話呢 它說要 範圍名稱 也就是說呢 把A6到I62 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學生名測 所以呢我們先找到A6的位置 A6在哪 A6在這裡 有沒有 然後在 應該是Ctrl Shift向右向下 反正就選 理論上應該最下面應該是到哪裡 到 到 I的 它這邊是 62 所以你Ctrl Shift向右向下 好像就漏掉 所以這個不OK 換一個方法 有不要放A6 然後 第二個方法 請你按Shift鍵 再點 I的62 OK 這樣好像比較 不容易出錯 因為Ctrl Shift向右向下 因為這邊是空下來 所以它會選不到 第62列的 地方 所以你可以另外一個方法 選開頭 再按Shift鍵 選結束 好 那這個叫做學生名測 所以你在 它的那個 名稱方塊 給它一個名稱叫 學生 這個範圍就叫做學生名測 那為什麼需要定義這個 學生名測 主要將來 就會 比較好指向這個範圍 當你說 我用選擇可不可以 也可以的 只是說 用名稱真的會比較方便 而且比較明確 Enter一下 好 那以後的話 這個 A6到 I62 就叫學生名測 那我怎麼知道有成功 或沒成功 其實你可以到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看一下 這個範圍是不是指的是這個範圍 如果是的話 那表示恭喜你應該是正確的 這個蠻重要的 定義名稱 好 那最後的話我要列印了 所以喔 將來如果你要把那個 這個名測列印出去喔 那當然很簡單 就是說呢 你要怎麼去做列印的設定 那首先當然 一般會在那個所謂的頁面配置 我習慣從這邊 那列印在哪裡呢 其實列印就在 這個區塊 它裡面有這些相關設定 不過一般習慣 我會選擇這個箭頭 因為這個箭頭呢 就是等於是全部功能 所以喔 在頁面配置 這個頁面裡面的這個右下角這邊 有個版面 設定 然後它會問說 你要怎麼去列印你的資料啊 那其中的話呢 根據這個工作表 它會問你說 那你要印哪些資料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不是有個學生名測範圍嗎 你按F3 它會跳出那個名稱 所以特別注意 以後如果你定義好這個名稱之後 記得要 要配合一個快速鍵 叫F3 這可能要記一下 那如果說你要把那個名稱叫出來的話 比如說我要印這個範圍就好了 其他的那個空白的不要給我印到 不然的話印出來 變旁邊還有一大塊 把一次看起來怪怪的OK 所以如果你要指印 這個學生名稱的範圍的話 那以後啦 記得喔 不要說以後都不會列印 那就麻煩喔 那就把那個範圍 選起來給一個名稱 然後將來在 頁面配置裡面這個箭頭 找到叫工作表 把工作表的列印範圍給他 就這個 所以我把它選到之後 他就幫我列印這個範圍 好那再來的話呢 他題目裡面還有一個要求 看一下他是不是有什麼 列印標題 還有 列印標題的範圍 為第六列 所以標題 所以應該是所謂的標題列 標題列這個地方有標題列 標題列的話請你選第六列 第六列你就直接 游標放在 這個6的位置點一下 那指的就是這一列 OK 所以你會發現他這邊會出現 一個 前的符號6到6 意思是第六列的意思 OK那意思是將來他印的時候 這一列會不斷重複 OK 好那按確定之後的話就完了 當然如果你要確定說 你到底印出來效果如何 你可以用預覽列印 這邊預覽列印看一下 印出來大概就長這樣 那這一頁 這個是第1頁 這是第2頁 有沒有 第1頁 第2頁 那你說標題列這個什麼效果 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第2頁 上面也有 有藍位名稱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如我們剛剛沒有做這個動作 什麼動作呢 就是 工作表裡面這個標題列 我把它delete掉 有沒有 如果我不加那個標題列 預覽列印看看 這個第1頁有沒有標題 有 下一頁有沒有 沒有 有沒有看到 這個很重要 因為 我發現很多人不會 OK 印出來 奇怪第1頁有標題 那第2頁的話呢 居然就沒有標題 那沒有標題怎麼辦呢 自己再翻回去看 如果第3頁呢 還是沒標題 再回去翻 我跟你講 你這應該會被人家罵 上面 習慣上一定要有啦 OK所以以後 記得 這個效果什麼做出來的呢 記得 從這邊 這個 頁面配置 點下去 然後這邊記得 給他標題列 這個 6的地方點一下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一列就是我的標 也就是我標題 這個這一列 意思是說 每一頁上面都要重複 有沒有 每一頁都要有 的意思 所以以後你希望每一頁都要出現在上面的話 那就叫標題列 那什麼叫標題欄呢 就是每一頁的右邊都要重複 那叫標題欄 所以如果你的資料 是 可能橫著擺的話 重著擺的話一定是標題列 橫著擺就標題欄 大概有這個概念 不然的話你印出來結果不OK的話 那 以前還有人 自己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每個都複製貼上一次 那你 沒意義了嘛 OK 本來就有這個功能 你幹嘛不會用 其實Word裡面也有 Word裡面也有 就是 標題也可以重複 只是說你要懂 不然的話真的是一個麻煩 OK按確定 好 這樣子的話就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請你把它另存新檔 檔案名稱的話叫 EXA 20 在202 按存檔 這一題 就完成了 OK 請各位 試試看 那這一題完成之後的話呢 那請各位 再 看一下 下一道題 下一道題的話就是 圖書 管理 這個比較像是 如果你要找一些 比如說這個是圖書館的資料 圖書館資料的話我要怎麼快速 把我想要找的資料 給他一個條件 自動就幫我找出來 有點像是 寫一個那個 但他題目沒有那麼複雜 不過未來其實你可以衍生就是說 如果 假如說你要管理 圖書館的一個 怎麼講 書單 他的一個 這個資料 那當然你 勢必要讓他可以關鍵字查詢 比如說我想要查一下 這個圖書館裡面有沒有哪一本書 我只知道說 他的書名有哪些關鍵字 OK然後你輸入比如說EXALE 他會把這個圖書館裡面 所有有關EXALE相關的關鍵字的 書名 通通列出來 不過這一題其實是有類似想要這樣做 但是他好像沒有做這麼複雜 他這邊有聽我說明 他這個地方主要是什麼 這是某某大學 然後 圖書館 整理全校所有系所申購的圖書資料 所以 主要是針對系所 然後 圖書館員 想針對 各學院 關鍵字 學院跟系所 與書名進行 策略 策略查詢 其實就是查詢 然後 並 必須 顯示 目前 所查詢的 學院 別 和 系所名稱 所以他主要是要查什麼 查到底 這個書是哪一個系所 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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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所購買的 深購的 OK 請各位寫許先把剛剛這一題先完成 並且 再稍微看一下第 204題 的 這個題目 很好